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凶手的下落 但是在一场凶手引发的大爆炸后 凶手就从众人的视野里消失了 该案件也慢慢被大众遗忘 2010年该连环杀人案诉讼欺瞒 在当时的日本案件过了有效期的案子不会再被追究法律责任 虽然后来废除了相关的法案 从1995年4月28日后的案子不受时效性影响 但是该连环杀人案最后一次犯案是在1995年4月27日 刚好错过法案生效期 如今的法律已经无法再制裁这名杀人犯了 来到22年后 如今的2017年 刑警木村和下属一起刚抓捕一个黑道小混混 木村就收到了警局的电话 让他赶紧回来 电视里播出了一个重大新闻 那个东京连环杀人案犯人主动召开记者会 宣称自己是为了赎罪才自报是凶手 并且还打算出版一本详细描述当时杀人过程的书 在记者会上 自称根旗的凶手对于一直没有抓到他的警方 表达了深刻的不满 以及没有把事情真相还原的媒体而感到失望 既然警察和媒体都无法让大众知道真相 那就只能由他自己说出 凶手在发布会上说出了自己的作案方法 他会让被害者和家属面对面 让家属亲眼看着亲人被勒死 但是他并不会杀害身为目击者的家属 在作案后 凶手会放掉家属 他很喜欢这种目击者什么都做不了的无力感 木村看着电视上嚣张的凶手 想起了22年前自己唯一一次与其交锋的场景 警方当时没有公布第四起杀人案 目的是为了引诱凶手出现 果然凶手重新去了犯罪现场 但是被凶手发现了藏匿在暗处的警方打算逃离 当时刚入职的木村和前辈一起前去追赶 在双方追击的过程中 木村用枪打伤了凶手的右肩 但是遗憾的是凶手并没有落网 而是割伤了木村后逃走了 之后凶手为了报复木村 凶手给警局寄去犯罪预告 说下一起案件目标就是木村 木村想起家里还住着自己的妹妹 担心妹妹出事的木村连忙往家里赶 和他一起的还有他的上司龙警官 在他们进屋后 龙警官不幸触发了凶手布下的陷阱 在爆炸中身亡了 而木村的妹妹也失去了踪迹 木村回忆结束 此时记者会的最后灯光亮起 凶手的面貌出现在记者的灯光下 高调的高智商犯罪天才 帅气的面貌都促使大众对这位凶手 跟其产生好奇 凶手跟其的书一经出版 就引发了众人的抢购 他也成为了社会上的流行话题 被许多人追捧 即使他曾经是手染鲜血 恶贯满盈的连环杀人犯 而作为受害者家属 看到跟其不仅没有受到惩罚 反而被人追捧 赚得盆满钵满 无一不感的痛苦 木村看到这样荒唐的事情后决定 前往拜访同为被害者家属的书店店员 在书店 他看到了跟其的书 被摆到了书店的醒目位置 而店员正被店长责骂 说如果妨碍这本书畅销的话 就直接走人 店员看到木村来了 情绪崩溃的质问木村 为什么警察不抓住 这种恶贯满盈的凶手 反而大摇大摆的出现在大众面前 用自己的杀人精力赚钱 自己亲眼见证父亲被杀 现在还要亲手卖出去 写有父亲死亡过程的书 自己实在是无法理解这个世界 与此同时 一位身兼节目制作人的主持人 也注意到了这个高调的凶手 22年前 他曾经在国外当过战地记者 回国后曾经全力追踪过这个案件 为此他才获得了大家的认可 他提议邀请根琪来参加节目 既然现在法律无法制裁他 那就让舆论杀死他 此后木村一一拜访受害者家属 他来到了一家医院 这家医院的院长 同样是当年被害者的家属 当年的院长有着幸福的家庭 但是在根琪抓走妻子后 转瞬间变得支离破碎 院长告诉木村 在战争中失去手臂的士兵们 时常会感觉到断臂在疼痛 而他们这种亲眼目睹 家人被害的家属 也会陷入这种患之痛的漩涡中 两人在交谈中 护士跑来告诉院长 根琪带着一大堆记者们 在医院门口等院长 院长急忙下楼询问根琪来干什么 谁知根琪竟然在记者面前 向院长下跪 为当年杀害他的妻子而道歉 这个行为激怒了院长 他激动地冲过去抓住根琪 但是被木村一把拉开 随后根琪也认出了木村 就是当年打伤他的警察 他伸出手希望和木村握手 但是被木村一把推开 根琪转而在木村耳旁 说了几句话 之后木村彻底失去了冷静 当着记者的面 对根琪大打出手 根琪为了制造更高的话题度 立马召开了签售会 现场被围得水泄不空 此时木村也接到消息说 之前黑道的小混混 打算在签售会上杀了根琪 因为他们的老大 也是22年前连环杀人案的 受害者家属 木村匆匆赶往签售会 正赶上小混混朝着根琪开枪 在千军一发之际 木村救下了根琪 把他带到后台 木村打算离开的时候 混在人群中的书店店员 拿着刀冲到后台打算杀死根琪 但是被木村拦下 店员悲切地质问木村 如今在拯救凶手的他 当年又为什么没有抓住他 木村无法回答他的问题 不久后 主持人邀请到了根琪 参加自己主持的电视节目 节目一开始 主持人就对根琪的书提出了质疑 对他的凶手身份表示了怀疑 主持人表示 书中的记载和自己当年调查的 有许多差异 根据他的调查 木村的妹妹在爆炸案后 一直处于失踪状态 他质疑根琪 为什么没有记录 杀害木村妹妹的事情 而根琪则表示 自己并没有杀害木村妹妹 这时主持人播放了三个小时前 有人发送到节目组的视频 视频里是以凶手为视角拍摄的 木村加爆炸的画面 而且木村妹妹也出现在了视频里 她的双手被绑住 嘴上也贴有交代 根琪反驳道 视频可以合成 所以一个视频并不能代表什么 节目时间结束 第一期就这样结束了 木村看了这次的节目 她一个人来到了一所破旧房屋的屋顶 她的脑海里浮现出了22年前 她不敢回忆的一些画面 22年前 妹妹因为地震来到东京 投奔哥哥 她还带来了自己的男友 但是因为地震时 作为护士的妹妹 没有更好的疏散病人 导致了更多的人在她面前死去 从那时起 妹妹的精神状态一直不太好 男友一直照顾着痛苦的妹妹 一天她拿出了早就准备好的戒指 向妹妹求婚 可是当晚妹妹就失踪了 此后男友虽然积极配合警方寻找犯人 但是案件还是毫无进展 男友最终在一间破旧房屋的屋顶 找到了妹妹的戒指 他终于接受了妹妹可能早已经去世了的事实 眼看着时效期已经过去了 凶手还在逍遥法外 绝望的男友带着找到的戒指 在牧村面前从屋顶一跃而下 鲜血染红了求婚戒指 也染红了牧村的眼 节目播出后 网上对于根旗身份的讨论层出不穷 之前发出视频的人又联系了节目组 说自己可以带着更有力的证据 证明自己才是真正的凶手 但是要求根旗和牧村都在场 节目组向两人发出了邀请 很快节目开始了 根旗和牧村坐在了现场的桌子上 那位凶手也戴上了头套 蒙面来到了演播厅 蒙面人声称 根旗是为了赚钱才出了这本书 自己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证明 根旗是个骗子 而且比起根旗单薄的文字 自己有完整的视频作为证据 并让节目组播放自己带来的视频 视频前半段和之前节目里播出的一样 后半段是凶手勒死牧村妹妹的视频 牧村看着妹妹被活活勒死的一幕 一直不住情绪哭了起来 原来妹妹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已经死了 面对蒙面人言语中的挑衅 一只沉默不言的根旗 突然夺走主持人手中的钢笔 跳起来朝着对面的蒙面人扎去 牧村也想上前 但是被现场的保安拦了下 台上的根旗也被众人制服 主持人拿走根旗手中带血的钢笔 并要求根旗说出真相 根旗这时才说出 自己根本就不是凶手 那本自传也不是他写的 就在主持人问这本书的作者是谁时 牧村站了出来 原来这本书是根据之前 无企杀人案件所有资料写出来的 根旗就是妹妹的男友 警方当年并没有公布男友的信息 心灰意冷的男友跳楼后 幸好牧村及时把他送往了医院 在医院院长的帮助下 男友改头换面成了现在的模样 根据牧村对凶手的分析 他们判断凶手是一个极度自恋自信的变态 如果他看到自己的所作所为 被人冒名顶替 一定不会置之不理 所以他们决定让根旗冒充凶手 故意引起大众的注意 目的就是引出真正的凶手 即使法律现在已经无法对凶手进行惩罚 他们依旧没有放弃对凶手的抓捕 说完他们准备逮捕蒙面人 哪里料到蒙面人说自己不是凶手 自己也是收钱过来上节目的替身 视频也是替别人发布的 这下根旗和牧村彻底崩溃了 凶手没抓到 还把计划全部合盘拖出 牧村不信他 冲过去撕掉了蒙面人右肩上的衣服 那里并没有枪伤 这才相信这人也不是凶手 节目结束后 根旗和牧村一起回到了当初发现妹妹戒指的屋顶 牧村回想起过去22年的努力 现在全部付诸东流 22年的努力换来了一份凶手拍摄的视频 但是根旗却表示自己不会放弃的 回到家的根旗反复观看这次访谈的录播 终于找到了时间事件的突破口 于是他找到院长借了一辆车 然后扬长而去 院长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他赶紧给牧村打电话 让他根据车子的GPS去追根旗 另一边 主持人在节目过后名声大噪 甚至还有记者专门来到他家里 对他进行专访 主持人提到了自己曾经在做战地记者的时候 和一个德国记者成为好朋友 可是有一次 他们俩被反政府势力抓走囚禁 德国记者在自己面前惨遭杀害 但是自己却活了下来 这件事情给他心里留下了很大的阴影 说着说着 主持人发现自己家有被闯入的痕迹 他带着记者来到地下室 看到了坐在那里的根旗 根旗慢慢说出了事情的原委 原来22年前 连环杀人案的凶手就是主持人 他是个完美的犯罪天才 但他唯一的破绽 就是当时在节目结尾中说 两位自称是凶手的人 一位是遇害者的未婚夫 一位是被雇佣的无关者 但是根旗和牧村妹妹 是在遇害当天才订的婚 还没有告知其他人 也就是说 外界并不知道他的未婚夫身份 在节目中 他对外说的也是妹妹的男友 未婚夫的身份 除了自己和牧村之外 只有当时在杀人时的凶手 看到了妹妹手上的求婚戒指 主持人知道这件事 那么他就是22年前杀人案的凶手 杀人动机 是因为早年在座占地记者时 亲眼目睹好友被恐怖分子 活活勒死的场景 给他留下了心理阴影 只有选择用同样的手法杀人 自己才会好受些 同时 根旗也在地下室 发现了主持人杀人时的录像 真相浮出水面 根旗再也忍不住了 他拿出来提前准备好的刀 刺伤了主持人 在打斗中 根旗撕开了主持人右肩的衣服 发现了当年牧村打上的枪伤 但是主持人一点也不慌张 他甚至还用言语不断地刺激根旗 让他杀了自己 就在根旗快要勒死主持人的时候 牧村赶到了 他制止了根旗 告诉根旗不用他动手 法律可以制裁凶手 牧村在翻看影像时发现 妹妹被杀害时 远处的东京塔灯灭了 说明一天过去 妹妹死的时间应该是4月28日 凶手犯下这起杀人案的时候 是没有时效性的 可以堂堂正正地用法律制裁他 根旗听到后 瘫倒在地嚎啕大哭 最后主持人被捕 牧村和根旗 终于让犯人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最后根旗也离开了东京 去开启了自己的新生活 电影中 受害者与肆虐者之间互相诡异的转换 实在值得我们深思 电影中的真正凶手 是患有明显的PTSD 凶手的恶魔行径来源于 他曾经作为战地记者 经历过恐怖分子绑架 并亲眼看到好友死亡的情景 在被解救出后 凶手不断地回忆起恶魔般的画面 这种长期心灵摧残 最终导致了其心态的扭曲 世界很大 撼动世界也许并不容易 但人心很小 一场战争 一场地震 一场死亡 就足以让人心崩溃 那是数年也好不了的内心创伤 而你永远不知道 这个创伤会造成一个怎样的灵魂 好了 本期到此结束 我是老狗 下期见 ね 感谢观看